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带各位去看 传说中的张家界 15元人民币的自助餐 长得什么样 那就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 看看15块钱 在张家界能吃到什么 哈喽,我是DJ阿周 来到张家界这边 推荐各位可以来这边 一件很特别的餐 可以来你想象 15块钱人民币 随便你吃他们的菜 随便你吃,吃到饭为止 那我们看他们有什么猜测 15块钱 这些猜测随你用 这些猜测 真的物超索质 好棒喔 有肉有菜 你先放 还有米饭 有夹肉耶 在张家界这边 来旅游 第一天的晚上 挑战15元人民币 能吃到什么东西 这边有一家自助餐 就先前在门口 大家也拍了一下 给各位看 我大概拿了什么 拿了一个馒头 还一些都是辣的东西 因为我本身不能承受太辣 所以就先吃吃看 这是另外一个 最佳女主角 他就拿这些 15块钱人民币 因为这边不够 还可以去夹 晚安 小炒肉 小炒肉 还有鸡腿肉 还有鸡肉 香菇 小炒肉 我的最爱 这个配馒头最好 嗯 好吃 超好吃 那好开心喔 香棒豆豉好吃 15块钱人民币 能吃那么好的美味 我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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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谢谢 对 我张脸 我张脸 好 张脸 我张脸 真的十五塊,我有點懷疑 這邊的映像很靜,明亮又乾淨 而且炒的東西真的不麻糊 對面做一個小小孩好可愛 有沒有聽到聲音呢,ㄙ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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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特别 每个粥上都放了一个黑暗面 就是菜炸的地方 来这边用餐就是基本上不要浪费食材 小黄瓜 我以为是凉饭的就是炒的 满口 满口 好吃 来到湖南了 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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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菜真的很好吃 整个米饭 弄起来都辣辣的 旁邊的員工啊 跟著手機在音樂唱幾樣子 這不知道什麼意思 煙燻的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雞肉 看看雞肉的味道怎麼樣 真的是雞肉 是雞腿 雞肉 武漢谷 有肉有青菜 還有豬還有豆腐類的 15塊那麼值得 因為好吃 再去挑覺得辣的 比較好吃的再加了一點 對 今晚 就靠它 好 吃看也沒拿到 豆皮 好像豆皮的樣子 對 豆皮 這豆皮 好濃的黃豆香 黃豆的香氣整個一咬下去就沖上來 好吃 看它沒有夾的南瓜 看它沒有夾的南瓜 好吃 這豆絲 剛剛吃了 不敢夾太多 因為看起來很辣 吃起來不辣 好吃 謝謝 謝謝 煎肉 這個真的很好吃 豆 tremendous 我喜歡 you 小炒嗎 好 我喜歡吃 點想吃 這個 餅 才相吃 我擅置你 來這邊用餐,就先到櫃檯,去付用餐費用 他會很詳細告訴你,這個碗放在哪? 另外你要用這個筷子和湯匙的筷子跟他做,他會給你 吃這一餐讓我真正體會到,在湖南這邊的人生活,當地的生活方式 這才是真正的旅遊 在湖南呢,我根本沒機會吃飯相當一個碗,把所有菜拌一拌當吃 頂多是吃便當餐盒的時候,拌在一起 或許這樣吃,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吃起來蠻舒服的 有點感覺到窮遊的感覺,不過呢,想到我的第一女主角 她帶著我去,要玩的地方 門票一個人兩百多塊 這就是商家界,去天門山一天的費用 我們已經報名了 她本來有折扣的,但是因為住的酒店 她們說她們的票已經沒有了 只好上網去買,到洗澡網去買 叫人家買 因為明天的天氣不好 本來是打算明天要散散 那明天呢,因為天氣不好 所以說,決定在這邊多住一晚 多住一晚,後天再散散 天門山那邊,我會去拍一下 給她們一個影片 也不知道上面怎麼樣 聽說,今天散散下來 就上面都在起大霧,根本看不到 想說明天是,我們這次行程最差的一天的天氣 所以說,來到這邊,趕快就把行程變更 這就是自由行跟跟團不大一樣的地方 有時候跟團要變更行程真的很困難 可是說實在的,行程竟然只要自由行 所謂的自由,就是自由的去規劃 好啦,吃飯 繼續吃好吃的自助餐 十五塊而已 別奢求要很好 為什麼吐出來呢 裡面全部是辣椒 那塊豆皮裡面全部塞著吃辣椒籽 第一女主角,我還沒吃完就說這邊有什麼 有湯圓,酒釀湯圓 是他要吃的,我以為他拿給我吃 好了,暫且,他一下,他要跟我對話 然後把,切掉 好了 吃了,吃完了 他這邊就是以不浪費的原則 最後呢,再喝一點 第一女主角推薦的 酒釀湯圓 確實裡面會有湯圓 不過我個人比較不喜歡吃湯圓的關係 所以說只用一點點湯圓 小小的湯圓 把他喝一喝我就準備離開了 這是第一女主角推薦的 確實,剛剛喝了一口真的很好喝 真的弄了一大碗 現在的張家界,溫度外面在降溫 晚上開始降溫 喝這個出雞應該比較能意涵 好喝 他裡面還打了雞蛋 滿用心的 我記得酒釀湯圓的東西打了雞蛋 好像是在補生子的 好像那個女人坐月子在吃的 最後兩口 乾杯 有沒有,乾碗 這樣喝這個感覺好像 古時候的人去打仗回來 就這樣喝酒 打口酒 打醋 打口飯 吃到他那湯圓吃的還不錯 糯米做的 清光運動 光光光 好 好啦 好啦,用完餐了 走 服務人員都很親切 因為來的時間比較晚了 老闆,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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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感謝您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訂閱 同時開啟小鈴鐺 隨時能接收我最新的影片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繼續拍攝影片 我們後會有期